今天是2020年的8月5號 禮拜三 我們現在在宜蘭的安隆溪汽車 就是安隆車的自行車車道 全長18公里 然後我們現在從義旦 義旦剛剛經過了 義旦五方 現在往山 道徑山的那邊 嗯 安隆溪雖然是灌溉用水 然後這個旅遊的景點也是 可以騎加他車 還有安隆溪可以溯溪 安隆溪又稱為電火溪 為南洋溪水溪流動器滋流之一 也是南洋發電廠為水滋滋水道 長度約17.2公里 油溢溫溪約55.9公里 流進三星鄉精華區 提供三星鄉 請下游向正濃液灌溉溪所需之水源 被視為三星鄉的水滋車河 現在他旁邊整理的很乾淨 有乾淨的腳踏車步道可以騎 還有安隆溪上面可以換裝 整體來說腳踏車車道算是蠻乾淨的 而且沒什麼障礙物 草皮整理的也很漂亮 安隆溪的水流主要是從南洋溪 再流引水到南洋電廠 發電後 源源不絕的發電剩餘微水 整條溪的水量很穩定 水量豐富 溪水中年不枯 即使是夏季枯水期 溪水亦幾乎不成枯節 造就了安隆溪維泉伊南縣僅有的泛州河端 也是台灣三大泛州地點之一 安隆溪流域面積雖然只有56平方公里 但是灌溉川路多達15條 整個水系從上游巴黎沙川到下游的萬藏村川 灌溉了三星、東山、羅東、五劫等 西南5000多個風情 千末良田土地 灌溉面積達58平方公里 灌溉面積比流域的面積還要大 現在看到遠遠那裡 這是安隆溪這個坡度還蠻撞的地方 這裡就是他們泛州的時候 應該是最特激的地方 現在我們沿著安隆溪騎腳踏車 這是安隆溪的左岸 左岸 在這裡陰天騎都算蠻舒服的 在這裡陰天騎都算蠻舒服的 他們現在正在泛州 正在安農西泛州 這麼泛州的 好我們現在在安農西的 算是右岸 剛剛我們是從左岸 然後起過來 然後再回轉 現在我們在安農西的右岸 我們在右岸騎腳踏車 右岸看左岸呢 右岸看左岸也是很漂亮 我們現在在安農西的右岸騎腳踏車 下季底的安農西 歡迎大家來這裡騎腳踏車 但是不要留任何垃圾哦 謝謝您的觀賞 喜歡我的Vlog 歡迎訂閱哦 拜拜